直货 违送货上门 由专车押送 随用随送 近年来 全市从未发生一起 以危险品流失 被盗所引发的爆炸事故和人身伤亡 缺乏了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它也因此连续五年被省市各级评为先进个人 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一致称赞 我想 我刚才的威胁务品这项工作 虽然比较危险 但是 这也有全是人民生命财产的干财 这是辽宁锦西台报道 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 与美国霍尼维尔公司联合引进开发的DCS管理系统 日前 国内已经有20多家企业使用 这一项目的引进在我国石油工业领域高科技管理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中央台报道 广西北海旅游旺季已提前到来 春节以来 仅国家和中旅两家旅行社接待的 境外旅游团队就有35个 游客主要来自港澳台地区和日本 国内的游客也有增无减 这是有史以来同期到北海旅游人数最多的一年 为了配合94中国国际旅游年的到来 北海市政府有计划有步骤的 推出94北海旅游年活动安排 将举办首届北海银滩大型烟火网会 全国沙滩自行车大赛 及国际沙滩排球赛和国际海鲜烹饪大赛等等 一系列活动 这是广西台报答的 由江西电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